柯文哲說為什麼要選 因為他看到南部生活太慘了 他說我不贏台灣會完蛋 侯玉也可以講 我不贏台灣會完蛋 國台媒體也講 我不贏台灣會完蛋 那陳建仁說 你不要信口吃黃 隨便抹開我們 我們中南部過得好得很 鄭英鵬說他是井底之蛙 那柯文哲說 民進黨最大的特色 就是分裂對立仇恨 二分 民進黨是二分 南部 北部 本省 外省 有錢 沒錢 反正他是會分的 那另外吳欣泰說 你自己蓋民輪色彩 還跟人家收四萬 這個年輕人五千塊房租付出來 你蓋個色彩還跟人家收四萬 反正就打到他 我們看一下 左訪南部火的柯文哲 拿著個案把矛頭持續對準 執政黨 他35歲一個月四萬多塊 他不敢結婚 住個房子一天一個月五千塊 我說你有租金補貼 他說房東不給他報 因為報他課稅 政府說我有租金補貼 他沒辦法用 綠營則驚咬柯文哲就是猛黑 跟辦出民眾黨的薪水爭議 只是記者遞交題目 問關於租金補貼問題 綠營立委倒是沒回答 民眾黨也反嗆酸綠 聽選舉綠白工房 民眾看著薪水冷暖自知 怎麼看 我覺得柯文哲就是要找話題 因為他已經 他當然當然要找話題 選舉每天都要講話 你看吳子嘉 原先說你把政治中意化 那後來又說你看英會會 好像有明堂 現在去查最近的民調 你看那個英會跑掉三十趴的 中年人的票 所以被拍共拍油 但是柯文哲講南部 薪水只有四萬多苦 他錯了 南部的人是低薪低價 台北市是高薪高價 那高薪高價剩下的錢多呢 還是南部低薪價剩下的錢多 很難講 那就要看你什麼樣的 生活 什麼樣的生活 你選擇 有人在台北 幾年以後辛苦了 假不容易還要拚回去 高雄 有這種情況 你柯文哲就是不懂 亂講一通 因為他徵收 他招考這些工作人員 薪水也很低 非常低 你知道嗎 所以他打自己嘴巴 他亂講一句 台灣的低薪低價低稅 什麼都低的現象 不是你柯文哲這個土包子 可以解決的 南會 說實話我覺得剛剛 柯文哲講這個話 我覺得很像皇帝難尋 因為他本身就自居庸正皇帝 然後甚至剛剛講說一句話說 如果我沒贏 台灣就完蛋了 坦白說這個話 我說實話 我自己是認為這是滿無知的 我認為這是滿無知的 一無知是對自己的能力無知 第二無知對台灣人民無知 第三無知我覺得對民主是無知的 我認為現在藍綠各個候選 恐怕都不敢講這個話 你說賴清德敢不敢講這個話 侯友宜敢不敢講這個話 我認為都不敢講這個話 這還是對民主有一個程度的尊敬 我覺得這是很無知的 第二個是他現在開始把南部講的很慘 水深火熱 坦白說前一個例子是誰 韓國瑜 但韓國瑜最後坦白說也是遭到 高雄市民的反撲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是講得很爽 他現在一直開題 然後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他現在講得很爽 但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對的策略 而且加深了他那個 自己是一個優越的台北市市長 然後對於中南部歧視的那個印象 我覺得這個印象 正在越來越加深中 來 佩鈞 我覺得柯市長把台灣的未來 長成非他莫屬 能不能為他的選情加分 其實我真的很好奇 因為國家治理 不是只看總統一個人 基本上國家就是一個機器 你有行政院 有各部會首長整個體系 然後搭配審查預算的立法院 然後來執行 變成一個有效運轉的狀況 民進黨執政七年 當然現在會詬病說 你這個機器千瘡百孔 有的不當任用官員 整個政府嘎嘎作響亂噴錢 有的是這個施政 道行逆施 前進黨 倒退黨同時打 機器運轉 失能 這些通通都可以改 但柯主席講成 好像他自己拿著一把班戌 進去之後 這個狀況就可以全部改好 我覺得這可能也倒也未必 那特別是他舉這個例子 作為八年的首都市長 我覺得舉得很奇怪 因為就像大佬剛剛講的 臺北的狀況就是高薪高價 同樣的四萬塊的薪水 在臺北可能是很常見的狀況 可是房租絕對不會是五千塊 房租可能是一萬七兩萬 這兩個減下來 搞不好在南部過生活 還比較簡單 所以他舉這個例子 我覺得沒有達到他想要達成的效果 過度凸顯柯文哲自己 這當然是他的優勢 可是也是民眾黨最危險的事情 因為民眾黨就只有一個柯文哲 美晉 不過我覺得柯文哲 他會創造標題 使得大家去討論這個話題 這個是非常厲害的 這也是侯友宜這邊要學的 我要是侯友宜 我怎麼講什麼 我不贏臺灣會完蛋 我講這是中華民國最後一戰 民主臺灣的最後一戰 你要講了一個標題之後 大家去看你講說你內容是什麼 然後對於這個大佬剛才講他 他裡面的內容 你就會知道柯文哲這個人 真的是沒有治國的 他沒有治國的本領你知道嗎 他提出來的解決對策都是錯的 他說房租這個怎麼辦 房租五千塊四萬塊 房租五千塊不高 他說這個因為房東沒有給津貼 房公不敢去報 政府不是要補助津貼 可以津貼的浩雲房租不報 那那樣怎麼辦 他說要分離課稅 你怎麼去分離課稅 我今天如果是商辦的話 那怎麼分離課稅 怎麼去切 他也講述對策來 還有他說 我現在去南部才知道說 我們非法的外勞有八萬 那你這樣怎麼解決 這個數字可能不止這個 是很嚴重 但是實際上數字不止八萬 他的解決機制 他的解決是什麼 他說回歸市場機制 怎麼可能回歸市場機制 就是因為他很難回歸市場機制 才搞到今天這個結果 他提出來的都不是對策 只是很會創造標題而已 柯文哲這個前面市長的八年任內 大家還可以朗朗上口講的 重大醒目的見識有沒有 我是講不出來了 這八年從你看 平常講 他對我所聊 因為我的選區在台北 他對議員對有些里長的要求 是有求必應 所以你看他在他市長的任內 好像被議會被攻擊的好像很少 因為他自己沒有他同黨的議員 所以他對別的議員都是有求必應 還有我對他覺得他真的欠台北市民一個道歉 五大弊案現在到底怎麼樣 五大弊案現在他有沒有繼續追下去 到底是他前面開始講錯了 還是他沒有能力繼續追 總要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俞範兄 其實我對政治人物 把自己講成這樣救世主一樣 那時候如果我沒有當選 這個國家就完了 這個社會就完了 這個本身就會讓我很不舒服 我認為一個誇大的人 就不會腳踏實地去做事情 所以八年市長 台北市長下來 你真的告訴柯文哲做了什麼 足以驕傲 可以讓子孫覺得很驕傲的東西 就是沒有 如果台北市長不是他 台北會怎麼樣 會更好 我們不會欠那麼多錢 我們現在台北市 他給台北市留了那麼多的債 這些債都還是我們的納稅錢 對啊 他說他有還債 不過問題是我們看的財社 你有多少建設比較重要 不是 還有很多 你看他北溢的東西 北流的東西 一些珍財社 空間